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娛樂半小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好 應該是講早晨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進來幫我分享 留言 點讚和訂閱 多謝 第一單的新聞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位社協的功課輔導班的義工 導師 他在2022年的時候 在深水埗一個地方摸過11歲的學生 大腿和陰莖 被站委法官裁定指出 被告有為常理 多在控方盤問之下 重新不能肯定他有沒有摸過11歲的男生 並且辯解可能是手部零空的時候摸到大腿 手指在空氣中動動 法官當然認為他所描述的情況極奇怪異 你猜真是鬼故或者靈異嗎 大佬 他認為只是捏造去解釋 恐慌失疑被告挑起了這個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手害人的上身衣服 然後他辯稱這麼巧 但法官認為不可能的 剛剛挑起他的衣服之餘 被告的手也伸進去 小孩子的背部和衣物之間 更加出現疑似掃背的動作 這個就是摸陰鏡 我免得一會黃標掃到 等會有黃標我 這個左下角的照片的粉紅色衣服的四眼腦 你看他的樣子真的有點變態 現在已經很難脫罪了 但辯方求情的時候指出 因為他對於協會的活動 身體力行 作出貢獻 接觸過百的小朋友都從來沒有投訴過 沒有投訴過不代表你從來沒有做 並且在這個事件之中 法官說他摸他小孩子的陰鏡 只是20秒 摸大腿48秒 片段之中也沒有顯示 這個小孩子有沒有受驚的表情 其實這個導師 疑犯曾經公稱 這個小孩子從八歲開始在婚會上學 他媽媽獨力照顧他 應該是單親家庭 但他從來沒有見過他聽過學生或家長投訴被告 有些不恰當的行為 但這個受害人的母親稱 受害人的前小朋友向媽媽投訴 說這個警察是所作所為的 所以他就是報警 雖然是曾經目睹過被告把這個X抱起 但這個X坐在他大腿上看書 當時不感到有問題的 在警戒之下 被告曾經說他只是玩的方式摸他大腿 並不是故意的 但早前也自辯指他在中大商學院任職行政主任 在18年的時候認識這個小孩子 形容他很像我 當他像兒子一樣 兒子一樣不會摸陰鏡 一般爸爸也不會摸兒子的陰鏡 你覺得怎樣 摸著陰鏡 鬥一下鬥一下 沒可能 爸爸不做這些事的 一於判他有罪 另外就有個八十一歲的爸爸 他在二十五號的時候 接獲了一個假親戚 打電話給他 對方聲稱 哎呀 爸爸 我現在被警察抓了 需要交保釋金 這樣 接著這個爸爸就去銀行拿錢 但是銀行職員就發現了 報警就揭發這件事 警方隨即進行了埋伏的行動 拘捕了一名只有十五歲 絕學的女生 已經沒有讀書 涉嫌收取騙款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了 這個女童涉及了在三月之內發生了總共另外六宗 猜猜我是誰的騙案 七宗案件之中 合共是騙款175萬 現在獸賣澳平警區的警司也說了 現在刑事調查隊正在跟進 發現了 她被捕這個女生在三月十五號至二十五號的時候 總共在港九新界 港九新界多處的地方發生了另外六宗 猜猜我是誰 這樣 受害人有五名那麼多 介乎六六歲至八十七歲 即是她專門打擊老人家 警方拘捕她 並且她的衣服可能是認人的 另外我們看看 私隱公署推出懶人包 他們的高層叫鍾麗玲 在二十六號的時候出席港台千禧年代的時候表示 根據報告指出 香港有接近六百五十萬個社交媒體的用戶帳號 而平均用戶每一天使用了社交媒體的時間大約兩小時 而用戶不經不覺地發放了一些個人的小小的資料 好像聯絡資料 信用卡號碼等等 在社交平台 但現時網上騙案層出不窮 因此私隱公署推出懶人包 為用戶提供保護私隱的貼士 懶人包指出避免使用公共的充電設施 解釋因為被人做了手腳 市民應該察覺到有機會在你充電期間 令到不法分子攝取你的資料 或者裝上惡意的軟件 在充電期間 充電後便會發現一部機好像怪怪的 其實是被人搭配進去的 提醒市民千萬不要用那些 即使用公共充電設施的要小心 留意措施是否安全 以及措施是否由相關機構提供的 另外他指出懶人包之中也提醒市民 提防一些hashtag的功能 基於目前不少用戶都在社交媒體 hashtag人 所以你因為太想分享自己的開心事 另外hashtag之前是未有諮詢他人的同意 而令到被tag的人可能是不開心的 他建議你應該先去問一下對方 例如你無端端沒有問過我 你tag了七表叔 他指周不時要檢查社交媒體的帖文 話說回來 今天有網友在黃昏時告訴我 他平時是用IG來看我的影片 即是按進去 讓我試試看可以不可以 ok這個 ok知道嗎 這個是我的IG 我的IG YoutubeSmartTravel 在這裡 這堆字之中 這堆字 ok 這堆字 你一按進去 就去到我的Youtube頻道 可以嗎 就是這樣 他剛才用這個方法 但因為他剛才進不到 進不到IG 可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ok 就這樣 好嗎 ok 好了 跟大家說了 那些IG 被人tag 那些 有些人可能 用了你的名字 不要亂按進去 那些結連 如果有人用了我的樣子 用了我的名字 然後hashtag 給你打招呼 你不要相信 因為我一天都在家做直播 是吧 有什麼可能這麼有空 好了 他又指出 周不時有些人 是檢視了一個 社交媒體的鐵文 留意到有些人 在社交媒體上傳很多的鐵文 並且會將它永久保存 形容這種做法並不理想 因為不法分子可以依據用戶之前的鐵文 整合資料之後分析 根據掌握用戶你的個人喜好 親人繼續作出一些詐騙行為 呼籲用戶在鐵文不再需要的時候 應該刪除 另外也提醒一些用戶 千萬不要移除智能電話的保安措施 因為這個做法會令到手機中毒 也提到使用Android電話的時候 那些市民可以安裝防毒軟件 以偵測的手機是不是已經有病毒 同時更加更新新手機的系統 以免出現防毒的漏洞 它提醒用戶維修或器智能電話之前 記得刪除所有資料 如果登出的雲端、帳號等等 以免讓其他人可以拿到自己的個人資料 例如你的信用卡號碼、出生日記、名字 已經可以在網上購物 上水採員廣場 突然看到一個偷鞋刷 在25日下午有一名似男扮女裝的賊人 男扮女裝即是男人 扮女人在一間服裝店盜取 期間偷走了一個價值900元的球鞋 但過程已經斷正給閉路電視看了 攝氏的閉路電視片段所見 事發在24日4時30分 那個賊人穿黑色外套 拿著一個袋子 當時賊人已經拿起了一個米白色的球鞋 看一個尺寸 隨即把球鞋放進外套的右面架底 之後賊人繼續翻其他的衣服 期間又打電話 他一邊說電話 一邊彎身把鞋子收拾另一隻 照顧一對 轉身再穿鞋子 入了外套的左甲底 最後屍屍人離開了店鋪 你說死不死 我相信事後的職員 才看回閉路電視 為何有一個人偷球鞋 900多元 講回茶小欣 以前有一個茶督燦 茶小欣 他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貼文 恭喜中年好勝鞅2的冠軍 就是古卓文 他發文寫 為何古卓文有冠軍上總共有7個原因 我們一起看看 他說第一 他在比賽的進程中越戰越勇 這是對的 信心越來越大 第二 他火速脫了令評判扣分的江湖眉 你說有沒有 有沒有江湖眉 其實現在都不是完全沒有 不過說真的 你個人開心了 拿了冠軍 應該沒有那麼重的淚氣 他說有江湖眉 江湖是要砍油的 即是空神惡殺 可能他現在長和了英俊 第三 就是信心明顯 一閘一閘強 當你拿到這麼多次的高分數的時候 你自不然就會有信心 冠軍上 其他人有沒有信心 譚輝智那些 第四 他是很多面手的 可以唱跳 可以唱書情 塑造性很高 因為我都認同的 第五 就是 台上台下都吸引眼球 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公眾人物 不是個個都吸引到人的眼球 有些人 在你身邊走過 你都不知道他是明星或者是藝人 但有些人是很掌握別人的attention 一走出來就已經 遠遠都已經看到這個人 有明星上的氣場 很重要的 第六 就是親和力高 因為做藝人 你要跟粉絲拉近那個距離 如果你說 怎樣說 起碼梁朝偉 這麼厲害 已經是國際巨星 但他見到一些 譬如說 在飛機見到一些空姐 他會聊天 很親民的 周論發那些都是 所以你要最最紅的 全部都是 給人的感覺很容易接近 第七 他說 他唱這個feeling good 應戰 掌握了全場情緒 有紅星的風範 亦都特別讚這個顏米高 他說 他雖然輸了冠軍 但全程笑容燦爛 表現得興奮 更加主動地擁抱這個古卓文 好了 又看看 佐敦對男女人欲霸 車位 非常囂張 以身體擋住人 不肯走 網民教他一招 車主教他一招 什麼呢 他說 佐敦經常有過 有過 我有一次都是笑笑口 跟他說妹妹 這樣做不好的 但是我想他已經是有五十歲了 嘩 還叫妹妹成五十歲 然後他很開心 這樣就走開了 這一招是很臭的 如果即使那個人 他是 譬如說 人欲霸位 你可以說他 小姐 譬如說他五六十歲 你叫他 小姐 美女 或者叫他 美女 可不可以走一走開 你這樣做不好的 這樣 這樣 他就很悶的了 悶悶悶悶 自不然會走開 或者 啊 不如這樣 我跟你去喝杯 這樣 叫他走開 Anyway 好了 還有一間裝修工程公司 他跟一個男董事 因為作出不當的 接受付款的營業行為 違反了商品算命條例 在二十六號 東區裁判院判刑 被判罪成 被判罰款二千百元 和監禁九個星期 哇 九個星期也不算少 還有案底 沒有人找他做事 裝修工程公司 和這個男董事 在二十九號 用虛假的商品說明 在這個裝修服務 分別被判三千元 和監禁八個月 都重的 這名的男董事 兩項判刑 同期執行 合共被判八個月 這間公司違反了商品說明條例 涉及到裝修服務業 是不良的經營手法 好了 來到 就講 這個夏衛醫 OK Hello 大家好 在這個王夏衛 他分享了 好多個從未公開過的靈異經歷 他先是分享了兩年前 一個靈異事件 當時是來自一個靈探的節目 他說 那次某個網台邀請我 去到一個地方 很陰暗的 原來是長哥長嫂的房子 我的衣服很不舒服 他不是和長嫂好朋友嗎 為什麼他還沒去過 他說 這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是我兩個最好的朋友 我們又無所不談 對於他 我真的不害怕 你在那裏過夜 夏衛醫 這麼不害怕 他說 我也是希望可以見到他們 還說可以見到他們 那真是失機無神 可能是長哥和長嫂 難得我彈彈一陣 震得我入阿三 哈哈哈哈哈哈 就這樣 他說 他兩個朋友想見 畢竟都過世了 那麼久了 飄恩 曹聰就指 那間屋其實已故的 武打巨星 就是這個負星的故居 長哥長嫂 還沒進去 那夏衛醫又寶妃 她記錯了 哇 夏衛醫 你查一查你的老人 我是關心你的 夏衛醫說 哎呀 那時候我們博在阿福星一家 都是好好朋友 是不是個個都是好朋友 你先問一下欣妮姐 大哥 是不是先 哎呀差不多隔了幾晚 又去阿福星家唱歌 她爸爸很喜歡唱樂曲 無夜月抱一落堂 險舍破碎了當妻夢 哈哈哈哈 整天在家裡開演唱會 OK 講這個靈異突然間不見了 你也不是說不恐怖 我突然間 七表弟不見了 哈哈哈哈 我一唱歌 可能朋友們覺得我唱得好 掌聲鼓勵 是不是 我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這個 先出來 反哀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一唱大戲 我一唱大戲 OK 這個 好 先說 她說那時候去阿福星那裡 阿福星的爸爸送那間屋 給阿欣來結婚 當艘隊放TIN 包製sek隊放好祭品之後 她心想 阿 ahh… 世侄呢我來探問' You 我也想要看掌 araoh 不可看掌手 他們有無聽 講給我聽 结果仪式过后坐在这里的王夏慧突然间觉得 他说波在我肩膀上飞过 于是就立刻问问在场人士 喂你们看不看到有个波 但是他们看不到 他就当跟他玩 后来当他们在屋内四周围拍摄的时候 视频师竟然拍摄到玻璃窗 透出一个人影的相片 他说那时候的心真的很害怕 但是很明显是女人 很摩登的很漂亮的 然后夏慧依他说 希望那个人影是长嫂 我现在很想念她 潘朝聪问他 如果真的见到长嫂 有什么想跟长嫂说 夏慧BB就说 希望她安息 最重要是在下面觉得开心 不知道长嫂有没有烧些东西给她 烧鸡腿给她 小嫂营我喜欢吃 第二件令到夏慧依 历历在目的恐怖事件 他说当年有称万能花弹的 邓碧云的桑礼的前夕 当时有做花牌 花篮生意的王夏慧 平日就起庆用的花牌 但因为当年大碧姐 是她好姊妹来的 故此安排殡仪人士 卫于康湖居一个做花牌 并且逐一为那些奔客舍挽联 没想到当她深夜去买宵夜的时候 突然间收到女工的电话 很害怕的 快点来啦快点来啦有东西啊 不行啦不行啦有东西飞过来 飞来飞去 当时夏慧依赶回家 发现了众人齐齐躲起来 她声称灵体飞了上楼上去 但因为大家都要做花牌 硬着头皮继续工作 没想到那几个小时之后 楼上突然间传来一些声响的 他抑述灵体的惊觉 好像是个仙女白色的 看着她飞 在楼上一路飞了出海 离开了 但她相信可能是好姊妹来探她 她说我有想应该是她 她是我好姊妹来的 真是令到人家无骨悚然 她又说一个月每晚都被鬼扎 当时她跟她姐姐夫 在跑马地山山川道的一个单位 那晚每晚都被鬼扎 还要是每晚特定的时间来的 一脚由脚一路扎上去 当然什么经都没用 她的工人被她撕到雨了 姐姐被她打一巴巴 事后她和姐姐四周打探才知道 原来那间屋是住了一对夫妇的 有一天两个人游车河 在山顶位置发生意外 反车 一个吊在树死了 于是这间屋顶住了 结果立刻找到高增打齋 又安放了神位每天庄香 不过她现在不敢住了 她每晚都来的 所以接着就搬走了 好了 这一个 先看看 多谢我们看看这间 哇 这个 好了 明谢这个东花日报 辛苦了 sorry 去年12月的时候 运输业工资指数 按年升了5.2% 港铁宣布今年会加价3.09% 因为地铁每个都会搭 负担能力的上限安排之下 今年的票价调整的幅度 封顶是3.09% 照顾到市民的 即是多少钱 这个 没什么特别 即是有些数据 我们看看 还有 于品海 其实她以前坐过机 现在被人追债 4.7亿 我不知道她在香港01 都是买盘 买给另一个老闆 是不是还是她 我都觉得挺有趣 因为另外一些媒体 已经转了我 不同的老闆好几次 好了 这个屯门被弱的B女 恐怕她会癱瘩 全性憤怒 畜严加加害者 这个真的很惨 是吧 弱儿 近日在屯门 怀疑保母虐待 9个月大的BB女小雪兒 她父母说她即将永久相残 很大机会失明 真是惨 早前她交给一位女保母 照顾时突然昏迷 父母送她去医院 发现了老部有血块 左眼肿胀 怀疑她遭到保母的虐待 是吧 还有什么 近年最轰动的一宗 药儿案 就是媒体揭发了香港保护儿童会 核下落同居的药儿案 涉合至少40名受害儿童 大约是30名女职员被起诉 案件轰动一时 惹来全城的关注 政府也摆出关心状态 但是保母涉嫌虐待的事件又再发生了 香港 港产官僚又会否正视这些药童问题 答案已经写在受药儿童和伤痕累累身上 好 红水桥 红水桥站 应该是地铁 预料年内开工 需要七年兴建 天水位前往兆康 只是四分钟 另外 老鼠成群 大约10只 抢食 将关有坑口 在哪里 在坑口 你们应该清楚 哇 垃圾征收税 我先看看 针对垃圾征收费先行先试的计划 现在政府先行先试 好 当局强调 会认真进行先行先试的计划 而且 目前是思考到 会否取代垃圾征收费的计划 但太早去下决定 好 又是 又是知法犯法 这些 他说 涉嫌收取1.3 即13,300元的据款 前 警员已经出庭作证 贷款公司 董事 压到4月23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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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好 我暂时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去这个 哇 这个案 观塘行人路的地盘突然有火海 火烧工人后篮 同事嚇到弹起 OK 沈家康 追语追尋的 就是这个前单车代表队的总教练 张义仁 哇 他还在吗 指出政府措施影响了业界的 要不要去到禁尽 卫生法例修订 一起看一下 哇 这个 是不是阻隙 政府在去年提高了乱炮垃圾罚款 现在正是一些 在26日的时候食安中心 会以环境生态局局长 謝赞环 指出收到1740宗书面建议 每一项的建议都会有超过80%支持 另外 他说走数 不要用太多塑膠 另外垃圾经收费也会影响到飲食行业 他们会否放宽 有议员关心政府人员进入大厦 处理一些积水的时候 民建联 御龙界的立法会议员何俊賢 就关注到合理的时间内 是的 OK 好 嗯 好 看看还有什么 看看 哦 这个 岑丽香 和王燕子 我们看看 麦美恩 做什么事 他 TVB的清谈节目 麦美恩小喇叭 Meyani 麦美恩主持 一经播出后引起热摇 星期四五那集邀请岑丽香和里亚南 以及仔细一堂 王燕子 Winchy 还有几个人 嘉宾齐齐讨论姐妹情和同性戀 哇 这个挺好说的 找Pauline来说 这一个家 主持 阿香香的港姐 就参加 加拿大出席二哥的婚礼 坐下一个主持的机会 他打电话给阿香香 哭诉 什么有耳气的子女 姐姐 听她的心声 很明白她 现在麦美恩 和阿香香 并非经常见面 香香今次带了另一位好姐妹 Leanne 上节目的 OK 哇 为什么她越来越像阿韦尔恩 OK 都瘦了 多事做 姐妹 即是阿Winchy 那本书是Pride in Action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关于同志所出的书 我不知道在听我的节目有没有同志 因为如果你说异性戀者应该对这本书 是兴趣不大 除非你在做什么运动 支持LGBT 那些 否则 另外就是 哇 哇 超厉害的 怎样呢 这个是她契女 现在 多精神 100亿契女 曾超儀 慶祝生日 千禧偶像现身 哇 从小玩到大 哪个是她千禧偶像 我想知道 看看 哪个是偶像 没有 这个 和她契女感情非常好 你看到这里 嘩 遮住了 千禧偶像 应该是荔枝 是吧 OK 好 HAPPY BIRTHDAY 另外这个 嘩 她很像她 哈哈哈 excuse me 那么像 完全饼印 哈哈哈 真的很可爱 我想在这里呼吁一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她老公 是不是她老公 是的 真的她老公 那女儿呢 那些女儿 其实她是美女的 你知道吗 你看她的美女 可能她懂化妆 我不知道 但是她平时 都素颜 出街吃东西 贵为百亿的 何超瓊 契女 你看 哇 一模一样 你看 西非里 你看 练鼻子都像 但是 这个小妹妹的发型 相当之可爱 好像那些红鞋 这些是阿太 阿太的朋友 这些 盈利缘 和张天爱的大女 OK 分别就是 曾超亮 还有 Sonia 鄭月彤的孙女 鄭志文 应该是这个 凌云家善 就是佳士德 亚太区的 武郭靖 哇 这些 全部都有 上 然后这个 这个 应该是大肚 OK Happy Birthday 哦 吴雨菲 吴雨菲 游泳玩得大 哦 这个是吴雨菲 和她游泳玩得大 然后呢 她老公 吴雨菲 和她好朋友 哇 震爆镜头啊 姐姐 哈哈 看她戴什么链嘴 这粒链 这是不是卡帖的 这个 港姐出生的 吴乐义 家里非常有钱 大哥经营内地的 乘衣生意 内衣生意 但是去年 6月退出了 搞自家品牌 和职业的顾问 我最喜欢看这些照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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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的家 哇 你看这个女孩 真的有个饼银 还有这个 Kong Yan OK 这个不是的 哇 真的 这个是阿天 阿天佑 是吧 OK 是什么 哇 这么多照片 多漂亮 这照片 OK 就是这样 好 看看还有什么新闻 DeVinci OMG 哇 阿法賴 明言照人 通常 另外这个 现在人们很喜欢 掩着她的 你们大家猜 这个是谁 她说 五十一岁 香港天后 真实状况 超动灵 五十一岁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猜是Kellie Chen 陈慧霖 我猜 Bingo 真是陈慧霖 因为我认得她的发型 是 哇 现在在上海开秀 大陆网民 赞她 保养得很好 她很少穿这些 低胸 自从 2024一月 她推出了国语歌 《时光后礼》 现在又会约到乐坛 因为儿子可能都大了 还有打造几首歌 《因为爱情》 Season 2 世界传媒演唱会 在上海开过场 首次献唱 《借借你陪我那魔狗》 好吗 这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说谁 阿嬌做什么 她说 向左 螢幕初吻 是阿嬌 那些网民重温 跟两个人接吻气 你不要说 人家已经有老婆 你看看 阿向左多狼 你小心点 她又在镜头指着你 你们不要说我 你们很想我说她 哈哈哈 你们很想我说她 是不是 有人很想我说她 哈哈哈 真的 你猜我会不会说 你猜我 你可以投票想不想我说她 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真的 非常好 对吧 怎样呢 毒少少 真是 这个是魔咒 真的 是吧 她暴瘦了十多磅 那就曝光了 在床上滚了两个小时 吃得很多药都没用 好了 我要假以时日 你们知道我做事 是吧 我是有机会的 你们很喜欢我说她 是吧 我有机会会说的 不过我去看时间 她说 她说 没有人什么值得说 这样说 OK Why not Shadow Please don't Jacky Easy 这个世界是never say never 的 问题是时间 我跟你说 好多人在聊是非 叫我 为什么不说她 你和我定 Jacky就说 Not interesting in him You are so smart Jacky Easy 好 Anyway Yuki Wong 她说 Sasa OK 不想再听 听到厌了 OK 娘娘说 不要说 当然是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不代表我不说 如果有些hater 有些h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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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说 偶爾会出现一下 everything is about timing everything is about timing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真的 OK 那我看看另一份报纸 好吗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这个 遇窄香光 高分论坛 3月27日举行 半江沙 这个你没什么兴趣知道 还有 刘光源 持续 乐功夫 支持青年和内地对接 西九多处反黑的掃王 说破获了多个淫忽 倒当 另外大学社区部 被投诉内容不尽不实之中 他说未经许可摆放属于违规的 另外警破北角的毒品快餐车 检获了11万的冰毒 一男 抓了一个男人 这个57岁的女子 染了麻疹列为输入个案 3月19日的时候 曾经去过红磡酒店出住 值一个晚会 医管局长假期间 加强中医和悶诊服务 再实施急诊室退款的安排 另外彩虹牙串 空置的法郎 变身成为生活馆 给点掌声 真的做到事 这个不是何永然 好过Ian肥妹 那个肥女 你和一些街坊一起做事 这些就是做事 我每次看到她做事 何时你带偶像上班 每次都是这样的女儿 哈哈哈哈 真的不知道 丑字怎么写 好了 说回她们 你看她 这个人落手落脚 她说 重建计划 旧的发型屋 空置了 变成生活馆 向市民解释 三期的重建构思 介绍了第一期 可以搬去新美东村 另外这里是六字居的项目 另外也有空间介绍牛头角上村 蘇谷村重建计划 配以模型和影片更加立体展示了重建的概念 让街坊可以坐下填一些问卷 你打成一片 这个人做得挺好 给他一些掌声 何永然 房屋局局长 无论她做戏也好 什么都好 起码真的落手落脚 跟别人打成一片 对吧 对吧 如果做得好应该赞一下 不要什么都为闹而闹 社会不和谐 对我们一些星斗市民也没有什么好处 健身奶粉包装掩饰个K仔 接着检获了1700万 真是天天都有些毒品 害人不淺 另外海关破获了鲜仓 检获了470万的货 拘捕了一个没工作的男人 警方也行动破获了元朗的无牌宾馆 我的电脑突然blank了 另外港铁将会加价3.09% 刚才说了 巴达通 全国通、岭南通、一卡通、虚拟交通卡 这个我们都很想知道的 因为全国通是88元的卡 826日开始开卖了 粤港两地可以 早前推出了多项跨境交通卡 包括了 深港一通卡、岭南通 以及实体卡 我们一起看一下 全国售买的地方Circle K 最高是3000元 这个范畔是18万个巴达通的付款地点 可以在内地330个城市交通工具 增值的方法 就像普通的巴达通 那样用 另外 如果这个深港一卡通 去年6月1日已经开始了 大家知道 定价是74元港元 和巴达通全国通卡 是一样的 增值之后就可以使用 并且市民可以透过这个 深圳通的Apps 可以买这个 深港互通行卡 另外深圳多个地铁口岸 这些地方都有的 OK 油局那里 53个 支局 就可以提供这些卡的服务 另外的范畴力 都可以在327个城市 和交通工具那里 但是要留意的就是 有交通联合的标志 才可以使用 在内地 不可以进行零售支付 增值方面 亦都一样的 兼备这两样 市民在人民币的钱包充值之后 就可以坐深圳 地铁和公共交通工具 OK 另外 岭南通 巴达通 岭南通 巴达通是如何 有不同的 它是在廣州 在去年 4月14日 进行的 后者 由巴达通公司 早在2012年 推出的了 另外 售票方面 就77元 其实这些价钱 不是太过 差得很远的 但是 适用的范围 亦都是在327个城市 和香港的交通工具 但是一定要在交通联合标志才可以使用 增值的方法 都是全国交通一通卡的人民币钱包 另一个就是巴达通的香港钱包 两个钱包都分开充值 另外就是 处值上限是3000元 无法绑定成为虚拟卡 另外 深港一卡通 以及这个 需要两个钱包增值 还有虚拟交通卡 好吗 这个 猜猜我是谁的年轻 15岁的 真的骗过阿伯 这个大飞蛾 刚才说了我 另外 民体旅局召开了跨部门的会议 黄金周 即将就是5月1号黄金周 现在准备一些工作 因为这么多游客来的话 希望在这里呼吁香港市民打工仔 如果遇到游客的话 无论他来自哪个地方 都给他一个很好的笑容 就是 都是打上班 上班都是想开开心心 好了 这个 有个怪现象 什么怪现象 小熊书又引起热耀 内地网民说 现在才知道原因 因为早前 他说 早前 有客人不肯出集 网民说 如果不迟到的话 我也会等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这个 早前有个怪现象 乘客一个原因 等出集 网民在小熊书 他说是省钱 上面上了8秒的影片 他们不愿意出集 因为我知道当然是时间 因为你有non peak hours 对吗 non peak hours 因为可能一个时 就变成了非繁忙时间 因为很简单 他说星期一至五 公众假期除外 早上7点15分至8点15分 以成人的办法通 在任何指定核心市区车站出集 可以享有车费是七五折的优惠 影片中显示了拍摄者 车费由12个8变9.6 如果一个月 你乘成30 那里有没有几十元 对某些人来说 已经很好了 七五折 OK 所以他说 8点15分才充出集 OK 怕不怕迟到 这就是怪现象 超多广告 港铁加价 昂船周有个吊臂 剪刹了女工 司机涉合危险驾驶 另外就是古洞笔 粉领笔 撥款325亿 进行平整基建 其实他们可能想 这里是近内地 发展这里 内地可以来 这里洗肺 哎 我浪费这么多钱 浪费这么多钱 浪费这么多钱 这是宣广告会的 OK 这个 警方在元朗 扫荡了 一个月之内 拉了140个男女 包括买饮的主路 恒大和阿联游王子 私人办公室 签署 备忘录 竹尽学生交流 这么有钱 开办公室 另外行会批准了 屯马线洪水桥站 好晚贵 这个洪水桥 不甲山 地盘 南宫 跌倒了 头痕 花槽 宋远不治 好 接着 魔鬼再细节 港女的铜锣湾 吃火锅 订位 有七五节 最后埋单 2400元 竟然减了 多少钱 网民说他这么小价 好 大家小心 好了 全部因为魔鬼再细节 好 discount 然后就 发现了享有七五节的优惠 最后只是减了57元 令他很不like 他了解之后 原来贵价的食材 包括了海鲜、刺山、牛肉、湯底 甚至饮品都不包括在内的优惠 他明白到自己没有细节的条款 所以大家看清楚一点 贵价的食材没有七五节 只是便宜的食材才有七五节 好 让我看看做了多久 都做了半个小时 多谢 差不多了 好 OK 好了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SmartTravel 我陆续更新 这个是播放清单 播放清单 短片 然后有企女主系列 我可能未来都会做企女主系列 然后有海特王妃的历史人物 然后就OK 好 就这样 咦 为什么没有了 历史人物那里 你想看海特的话 就看历史人物那里 好吗 好 我现在名借 应该是差不多七八八 好 娱乐新闻有什么特别 看看 有没有特别 好 娱乐新闻的方面 OK excuse me 蛇斯文 我只是买菜 有什么特别 买菜 OMG 吓得我 我以为这个 杨茜茜 这个 这个 黑色月光的 王浩茜 新剧萨课 很少阿塔 我说他家人 看看 我以为那是杨茜 我以为那是杨茜 杨茜茜 四岁女 因为一件事迫着爸爸 开工赚钱 OK 这个 黑色荣耀之称的 劇集 黑色月光 经过三句多月拍摄近日 杀科 那什么时候播 我应该 我喜欢看杨茜 他说 罗子日的老婆 杨茜茜 去年在YOOHO 合拍剧 黑色月光 由新闻女王监制 请了杨茜茜 六年后再拍TVB的剧 还有事帝王好迅 另一位就是 林夏眉 和杨茜的姐姐 去年十二月开镜 拍得很快 几个月拍完 应该 是吧 杨茜茜 宣布黑色月光 正是杀科 什么时候做 我想看 拍三个月 这么短时间 圆满结束 中树佳 中树佳 新闻女王监制 有些期待 希望这部剧 带来不同的感受 不一样的 三位 我想知道王浩迅有没有说 陈志尧有一个女 王浩迅在访问之中 刊友提到家人 在下一个工作之前 争取时间陪屋的人 但又不是很长时间 根本上脈絡 几日的时间 被自己抽离这个角色 只要说了等于没有说 对吗 哈哈 无端端在身上 你现在几惨 对吗 这些事情不服在 Yoyo 跟现在变了很多 哇 女儿多个人 QQ的女儿 你看看 打扮了多个人 那时候真是 你看 幸好他爭气 做到女一 如果不是的话 真的 不通常在家等 拍广告 什么的 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这个表情 救了他 跟着这个河以亭 你看 哈哈哈 这个是不是王敏逸 我想问 王敏逸 那时候没那么漂亮 现在越来越漂亮 就是这个表情 哇 当晚这个赛斯背 这个赛斯背 人家拿时候 然后没有人去访问他 大佬 每个都走去拍他 自从这个表情之后 这就叫做守得云开见 愿明 忍了你这么久 一个表情就是 赢你几条街 大佬 对吗 不一定 哈哈 哈哈 你们真的不知道 听到这里 去到气肉 好 我先在这里名借这么多位 你非常之开心 对吗 OK 好了 OK 好 明借AA Ann Leung Ann Kuo RRC Candy Chan 张太阳 Dr.Alan Yun F8 阿菲 芳芳 芳芳 HowHowMama Irene Chan Ris Line 这个 Jacky Easy Jenny Wong Ling Kuo Ling Mink Chan Lisa Mill Mandy Jo Mandy Yip Mary Chan Made Lin Lan Mona Mona Ocean Chan Queen Nett Ruby Berry Cycron Shadow Cindy Lam Sylvia Chan 十一阿表 兩兩套 多谢各位 好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多谢各位 好了 看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 好 先贴堂 me 好 是 leung 好 OK 看看你們貼堂 Ladies and gentlemen 撲鯉魚 Oh my god 好 和你聊聊天 怎樣啊 有什麼想跟我說 Kate of you Speedy recovery Kenny Chen 好好媽媽 你今天笑了沒有 Iris Lai 多謝資訊 多謝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多謝Peter 剛才沒有看到Peter的名字 有沒有Peter的名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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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個Iris 另外一個 她說 你們小心點 因為 她今天進我的IG 進不了 我不知道 你們小心 我特意查一下 我有沒有被人 hack 可能不是我被人 hack 你們自己的手機小心點 不要亂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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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粉鑽粉留到最後一刻 可以快睡覺 不要太晚睡 越來越好聽 多謝方方 多謝十姨,十姨經常留言給我 Kendy叫你睡覺 Mandy John is here 西昆,多謝阿表 今天你們說明最有印象或最喜歡哪一條片 不如如果我沒有問問題 你們又不知道怎樣回答我 大家留個言 現場的 為什麼突然這麼多人進來 聊天出去睡吧 我唱歌她就走 Michelle So How are you Michelle? Long time no see 多謝你經常留言給我 Iras Dyer想快點聚會 多謝Candy 西關說 這麼多信給我們大家 多謝西關 Peter說 三女俠 Oh my god 我今天回來做了七條片 Michelle超級喜歡皇室 國泰飛蛾事件 好聰明 Beatrice 期待你們的聚會 留言 魚蛋你好 When you talk about art Pauline Talk about art 你真是喜歡冷門食物 Pauline 你真是喜歡冷門食物 Pauline 那條影片 即是說說Sip Drops 對嗎 Ancora Stay here until last minute Thank you 減肥那條 Jacky喜歡 Aurasi 喜歡商務客 那條 Wayling Candy Candy 喜歡 吹水 好 好 我的資訊 我是用心去找些資訊給你們 Michelle 叫什麼 Michelle今天行好運 可以見到你 Live 多謝 Pauline 說R那條 真的 但是 我不知道 多謝 Peter 你們很快就見面 阿表說血濟那條 第一條 你們喜歡聽血濟 血濟那條 好像都最好 其實我可以繼續說血濟 你們喜歡聽歌名鼎 神神秘秘的 我手上有很多資訊 關於這些 多謝Michelle So 好 擔心你不夠睡 OK I'm OK 好了 現在幾點了 1點21分 差不多 好了 明天再做 其實我有其他事情做 多謝各位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拜拜 Good night everybody 她的新聞是台柱 最巨型 最聚力 好嗎 多謝阿羅斯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good night 好嗎 好嗎 好吗 好嗎 超越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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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嗎 感谢观看